接下来请吴建华先生,施志山学会 是,谢谢主席 我们一直都反对政府搞福利 不过今天如果我再跟大家在这里说 如果想真正帮到有需要的人 是应该由民间的慈善组织自己筹款去做的话 而不应该由官僚自己去决定怎么去用立常的钱 我相信其实在场很多一直拥护福利主义的朋友是不会听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历史 德意志帝国首任宰上Bismas 他的爱好就是铁血宰上 他在统一德意志帝国之后 一面就打压工人运动 一面就制定很多保障工人的政策去农略工人 他创造一个所谓的福利国家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他的政权 六十几年之后呢 德意志帝国就变成了纳粹帝国 一样都是大搞福利主义 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 将所有非官方经营的福利机构 全部收归其下 以帮助贫困人民为名 大搞希特拉个人崇拜 在中国 就是一个以霸权去说服秦孝公的商鞅 扶民不可以类似 而可遇乐 即是说商鞅就是跟秦孝公讲 平民百姓呢 只能够共享经济利益 是否跟现在很多人主张的都很相似 官员真的这么公正公平 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钱是哪里来的吗 他们真的不知道众援制度有多少个问题 但是面对着三十几万个领取众援的人 为了能够管治这个政治的原因 他们是不会改变众援制度任何一分 只会是做到好像很有同情心那样 然后用别人的钱去做善事 你们试试叫他们在每一个月的月薪里面 扣十分一去补贴这个众援 然后看看他们肯不肯 还有一些政党 他们去问一下党里面的区议员 是不是所有众援个案都这么值得帮 带成三十几万选票 当然要争取啦 反正都不用自己的钱 刚才莫哥问 这个是一个什么社会 一个什么政权 我就可以说 这个就是别人想你们好像动物那样 给食物你们促养着你们 剥夺你们真正的自由 然后任由他们控制摆布的专制政权 所以你们真的不要以为 越多福利就等于有民主有自由和平等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